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3月14号星期三 先做一个预告啊 就是明天星期四 我会在我的会员网站文昭.ca 特别节目那一栏做一集内容 主要是想探讨一下什么叫做合法性的问题 因为过去这两个星期 中国的那个修宪物意汹涌 在中国大陆以外 主流看法是取消这个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 使政治文明的倒退 同时这种修宪方式本身也不具备合法性 于是前后有几个朋友留言来问我 说这个合法不合法 不就是上嘴皮一缝下嘴皮的事吗 这事谁说了算呢 这个宪法它不是国家的根本法吗 那别的事情合不合法 要从宪法来看 那宪法自己还有合法性的问题吗 那它这个合法性的问题从哪来呢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有质量的问题 宪法你作为一本书摆在那儿 它就只是一个仪式化的东西 美国总统就指示词里面有一句 要保卫宪法与国家 他指的保卫宪法是这本书吗 那当然不是 人类的理性有一条基本的常识 就是凡是可以被轻易改动的东西 就是不值得尊重的 宪法的地位在于它有高度的权威 请问什么叫做权威啊 所谓有权威就是我有资格改你的东西 你没资格改我的东西 这就叫权威 那宪法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威 乃是因为它比其他一切法律更加接近 也更加能体现一种基础的正义观念 而这种正义观念就是宪法自己合法性的来源 它就使得宪法更神圣 不容挑战 那请问这种基础的正义观念是什么呢 明天我会在我的会员网站特别节目这一栏 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英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去世了 享年76岁 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个天才的大脑 所以在此要先表达哀悼 今天想要说的话题 就是提勒森被川普开除了国务卿的职务 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来接替 就是说这个重要的人事变化 对当前几个国际时热点事件的影响 顺带我也想谈一下 我对国际政治当中所谓大国地位的一点看法 提勒森被解职 这个消息可谓来得很突然 星期二这个消息刚被宣布出来的时候 他还在非洲出访呢 副国务卿戈德斯坦在星期二也针对这个消息发表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提勒森之前呢 他没有和总统沟通过这个事 没人给他打过招呼 要把他解职 他是不知情的 还说其实提勒森自己还有意留任 这个声明其实是一个比较含蓄的抱怨了 在我看来就是对川普这种突然袭击式的人事任免表达不满 结果呢这个声明刚被发出来 副国务卿也被开除了 川普这种推特治国的方式啊 本身我是有保留意见的 虽然说推特治国这种方式呢 它也有一些好处 它拉近了政治人物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让政治显得不那么神秘了增加了透明度 但是你啥事都在推特上先说 而不是团队内部先沟通 你就让这个高层行政团队里面的矛盾表露的过于随意了 就削弱了这个国家大势 它本身应该具有的稳重感和严肃感 其实说的简单点就是不靠谱 你看大约两个星期以前 川普和司法部长赛深思在这个推特上公开吵嘴 就是这么一出 当时因为川普对于之前他竞选团队的一名助手 司法部进行秘密调查这个事情 川普就直接批评了赛深思的做法 对此表达不满 这个话就在推特上就这么直接说出来了 然后这个司法部长赛深思也不甘受委屈 马上推特上就怼回去 你在推特上吵架这就太难看了 这些争吵摆在公众的面前 它只能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感 关键是它对于解决问题也没有任何帮助 所以我觉得还是得分个例外 我相信川普在管理自己公司的时候 也不会当着所有员工的面和自己的助手吵架嘛 这个推特治国的初衷可能是基于川普自己对民主的理解 他认为现在有必要增加这个政治圈子的透明度 得让公众知道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川普总是讲把政府还给人民嘛 就是说他有走民粹主义道路的倾向 他想破除掉原来政治圈子里面一些固有的规则 打破这些壁垒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 所以在推特治国这个事情上呢 也得知道适可而止 其实这个提勒森国务卿靠边站的已经有一阵子了 就在不久之前谈朝鲜的节目里面 我们还专门提到过 就是今年以来东亚的外交活动已经很少出现国务院的身影了 说到这要插一句 可能少数大陆的网友还不太清楚 美国的国务院 它虽然叫国务院 它其实是个外交机构 它发挥外交部的作用 它不是中国那个国务院的概念啊 就是说从今年以来出访东亚的 你看是国防部长和副总统彭斯 这个没有提勒森什么事 所以提勒森他和川普总统在公开场合不搭调的情况 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所以在重要的外交场合 从今年以来 他其实都已经靠边站了 比如提勒森他说过 愿意和朝鲜不设前提的对话 大家先坐下来谈 破个兵 哪怕先说说天气也好啊 川普马上就发推特说 和朝鲜谈判时浪费时间 这说明白宫和国务院在对朝政策上是有明显分歧的 川普的立场显然要更强硬一些 去年中共十九大之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混乱 商务部长罗斯刚刚访问中国 我记得当时他人还没有离开中国呢 只是刚刚离开北京去了香港 马上美国的国务院又发表声明 说国务卿也要去中国访问 然后马上中国的副总理刘延东又访问美国 提勒森和他匆匆见了一面以后就飞到北京去 刘延东呢留下来和川普和其他的美国官员会面 所以就出现了一幅极其古怪的景象 就是中美两国各有高官同时在对方那里访问 而且是各访问各的 这就说明川普团队内部是缺乏协调的 现在有消息说川普决定和金正恩会面 提勒森事先也是不知情的 川普自己13号对记者所讲的话似乎印证为这个消息 他说这个决定是他自己一个人做出来的 他是寻求了一些建议 但决定是自己做的 当时提勒森不在美国 其实这话是废话 做决定当然是总统一个人的 他不可能说总统内阁开个会议 大家举手表决 按多数人的意见办是吧 那个就不叫总统制了 美国这个政治体制 他在行政权上是相当集中的 就是总统拍板的 所以川普说这话的实际意思是说 决定和朝鲜对话这个事 决策的过程排除了国务院 这个事情就充分反映了 川普任期第一年 他行政团队内部的紊乱 很多重要的部门没有正常运作 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那这背后的原因呢 我认为可能是川普 对于自己刚刚上路的时候 那个班子的人选呢 没有足够的信任 他是一个政治素人 他在这个圈子里缺少人脉 缺少那种长期共事 知根知底 然后又合作默契的哥们儿 所以你一下子把组建团队这个任务 放在他手里的时候 他是没个抓拿的 他确实不知道把谁 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比较合适 所以很多任命就带有临时性的色彩 这一年当中呢川普的团队很明显 有各行其事的风格 缺少协调沟通 川普自己也是高深莫测 放任这种混乱 但是从去年最后几个月开始 我们看到比较明显的 在重要的国际事务上 白宫把外交主导权逐渐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比如和中国的关系和朝鲜和东亚别的盟国的关系 提勒森国务卿反而成了打酱油的了 这次他被解职之前 正在出访地缘上相对不重要的非洲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川普解职 他也是专门挑这个时候干的 我倾向于认为 第一年川普团队的混乱是出于川普自己对于怎么搭建团队 他还在摸索过程中 他确实也在寻找和判断到底谁是能和自己一条心的 是能一起冲锋陷阵的哥们 假如说这种混乱确实不是来自于川普本人领导力欠缺的话 不是出于他自己头脑混乱 换句话说 那么这种混乱现象在他执政的第二年 我们就会看到大幅度减少 更换国务卿是总统行政班子的一个重大调整 这意味着川普有愿望近期要做出重大行动了 就当前国际热点事件来讲 排名第一的当然是朝核问题 就是美国与朝鲜的对话 现在还不知道川普和金正恩的会谈会以哪种形式发生 朝鲜到今天都还很沉默 其实我很怀疑金正恩会愿意离开朝鲜 哪怕是去俄罗斯去中国见川普 假如说会谈期间美国突然出兵怎么办 三胖他也不得不防着这一招 同时又切断了他和国内的联系 那三胖就傻眼了 对于金正恩这种毒夫来讲 离开自己的老巢风险太大了 他接班以后还从来没有离开过朝鲜 老子有句话说鱼不可脱鱼冤 你要让金正恩离开他盘踞的老巢 他会有很大的顾虑 所以我想可能性最大的还是在朝韩军事分界线的板门店那一带会谈 鉴于现在朝鲜非常诡秘 他的态度也不明朗 形势也不确定 川普是需要一个能够和他意见一致的谈判团队 同时也是处理危机的团队 国务卿呢 就是这个团队里边一个关键的角色 但是提勒森和川普之间多少有些不大调 而接替他的蓬佩奥对朝鲜有更强硬的立场 他和川普的意见更一致 也就意味着美国政府在决策层 他会有一个更强的声音 主张一旦和朝鲜谈判破裂 就会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来解决朝鲜问题 鹰派他成为了负责外交的官员 他也会给金正恩带来很大的压力 也会使他想从美国那里取得更宽松的条件 变得更困难了 这是蓬佩奥接替提勒森对朝鲜事务的影响 同时近期还会有另一些关键的谈判 主要指的是一旦美国对中国大陆 采取力度更强的贸易报复措施 它当然会引起一系列的外交纠纷 那国务卿就会有很大的压力 选择蓬佩奥来入主国务院 也就意味着川普希望自己的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 能够保持一致 这个事咱们如果倒过来看呢 就是他先让一个鹰派人物入主国务院 先让这么个人就位了 也就意味着川普在贸易上准备出狠招了 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蓬佩奥没有主管过外交工作 所以他接替国务卿以后 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现在人们还只能从他的性格角度来分析 他是在多次讲话中提到过 这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威胁 作为情报部门的主管 他非常清楚这些威胁来自于哪些方面 不仅来自于传统的军事和外交领域 同样也来自于所谓的民间交流 比如孔子学院 比如中国留学生学者联谊会的活动 还有中国使领馆对当地华人侨团的直接控制 同时挑战也来自于经济领域的投资和收购活动等等 他是对媒体说过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都在积极的渗透美国社会 但是中共的威胁远远大于俄罗斯 这个蓬佩奥出任国务卿毫无疑问 他会加强中美关系里对抗的因素 这可能也是川普要的 但是具体这个过程会怎么发生 那我想只有等他履职之后 看他做了什么再来评论 今天我最后想说的是俄罗斯 因为最近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嘴里 总是中俄并称 实际上这个俄罗斯真的是跟着吃挂腊的 这个普京纵然有恢复当年苏联帝国的雄心壮志 但是他的实际处境离那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当然在黑客这些方面 俄罗斯是比较先进 他能够给西方国家制造一些威胁 但是究其整体来讲 他远远不是苏联当年那种级别的对手 普京大帝他本人的心愿 他目前其实也就是满足于在国际事务里面的在场感 你不能说什么大事 什么叙利亚朝鲜 就你们其他几个大国说了就完了 就把俄罗斯晾在一边 你不能当我大俄罗斯不存在是不是 他要的是这个感觉 实际上他在国际舞台上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西方领导人最近老是中俄并称 我想他们主要是不想把中国大陆单独摘出来说事 这会强化两极对抗的那种冷战色彩 这种针对性太强 所以什么事老把俄罗斯拉在一起 俄罗斯是不是个威胁呢 是个威胁 但是他确实能量没那么强 俄罗斯之所以远不足以威胁到世界 是因为普京他要恢复当年苏联帝国的荣耀 他第一步得先迈出去 就是把原来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 重新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把他们变成俄罗斯的卫星国 这是他要走的第一步 但是仅仅达到这一步就有漫长的道路 而且阻碍重重 俄罗斯自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就处于受制裁之中 他连续几年经济衰退 但是据说去年他已经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了 但是那也是你连续衰退几年 跌到谷底以后的正增长 好吧 你要恢复到2014年以前的水平 且得有一阵了 去年俄罗斯的经济总量 大约是1.29万亿美元 还比不上韩国的 那你看俄罗斯多大一个国家 他人口也有一亿多 那韩国人口才五千多万 是多小一个国家 这点经济总量仅略高于中国广东一个省 更比不上美国加州一个州 人家加州要独立 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 就这一个州就能把俄罗斯甩好几条街 这个俄罗斯虽然是一个浮原辽阔的陆地大国 但它实际上很难成为一个陆权国家 就是陆地的陆权力的权 所谓陆权是指你控制陆地进而控制世界 是通过控制陆地所形成的一个世界强权 陆权是相对于海权来讲的 那所谓海权呢 它是十九世纪末形成的一种学说 简单的说就是支配海洋的人就支配了世界 之所以有海权理论 它是基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有所变化 这个国际贸易 它成了维持一个国家经济生存 必不可少的条件 所以如果一旦一个国家从海上被封锁 贸易被切断了 它在战争中就算有陆军的优势 最终也不得不屈服 那相对应来讲 陆权呢 就是指一个国家 如果它陆地面积够大 它就能够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它就不必依赖于通过海上进行的贸易 那它就不用害怕海上强国对它进行封锁了吗 从拿破仑到希特勒 都是想建立这样一个陆地体系 来对抗英国的海权 但是近代以来呢 是海权胜出了 陆权失败了 就是希特勒和拿破仑都是没有成功的 但是俄罗斯你看起来 它陆地面积够大 这个地一大了 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地下面埋的资源啥都有啊 你像石油矿产啥都有啊 它什么森林水利 很多资源都有 但是俄罗斯 它仍然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为什么呢 因为它缺少足够的人力和资本来开发这些矿产 那么这些资源就只能安安静静躺在那里 作为自然资源而存在 而没办法转化为现实的经济资源 俄罗斯的人口到2016年的时候还不到一亿五千万 所以这个人力资源一直都是俄罗斯的短板 你说就这么多劳动力 投入工业的多了 那自然农业劳动人口就不足了吗 所以这一直是困扰前苏联的难题 一亿五千万你放到世界别的国家来讲 这个人口基数也不算少了 可是相对于俄罗斯这么广袤的国土 它就是太少了 那俄国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人口大国呢 以后也生个四五亿人出来 总之这事以前没有发生过 俄罗斯这个民族你看打仗好像也还行 但是生娃这个事儿上一直就不太行 从理论上讲吧 俄国人口哪怕翻几倍 它也很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陆地强权 因为它的大部分领土是在韩代 适宜于耕种的土地 占它领土总面积的比例很小 事实上直到两千年代初 它的粮食产量都不足的 最近几年俄罗斯的农业看起来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也有人说它已经成了粮食大国了 那也是相对于它的人口而言的 它现在的粮食自给率也就维持在80%到90%之间 可能略好于现在的中国 可是当它的人口增加到开发它广袤国土里面的 这些矿产资源都不成问题的时候 它的农业那时候又要严重依赖进口了 它仍然会受制于贸易封锁 这些先天条件的限制 使得俄罗斯在现有的地缘条件下 就很难成为一个争雄世界的大国 所以你看俄罗斯它扩张的方向一定要走向低纬度 它要控制温暖地带的土地 以及要控制尽可能多的人口 它的资源才完整 所以呢也是从这个角度讲 它的军事威胁对于它的陆地邻国 包括中国而言 一直都是一个现实的存在 因为它要走向扩张嘛 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武力 总结今天的话题 就是从蓬佩奥接替国务卿这个事情出发 咱们分析了一下川普团队欠缺稳定的内在原因 以及这个人事变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 最后简要谈了一下俄罗斯作为一个陆地大国 为什么它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权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 谢谢大家 咱们星期五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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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星期五再见